好 針對柯文哲這案件 現在民眾黨在帶什麼樣的風向 我先請教這個蘇培議員 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剛剛這個小芳姐有提到說 黃國昌上廣播的時候 他說提到說柯文哲在後審視的時候 是緊盯監視器 要直視賴清德總統 假如說我們這裡是後審視的話 他就對著這個鏡頭說 I'm watching you 賴清德 I'm watching you 你怎麼樣看 民眾黨現在帶什麼樣的風向 我不知道黃國昌說 柯文哲在後審視看著監視器 如同看到這個賴清德在看他 這是柯文哲跟他講的 還是黃國昌自己想像講的 如果是柯文哲講的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壓力太大了 他應該太多天沒有睡覺 所以有出現的幻想 應該要去看醫生 那如果是黃國昌講的 我告訴你 他就是在刑索一個叫做政治迫害 後審視只要是被檢察官約詢的人 很多人都會待過後審視 那為什麼別人看那個後審視 不會看到賴清德 只有你覺得是賴清德透過那個監視器 在看柯文哲 一定就是你想要形塑一個 賴清德要壓柯文哲這種政治氛圍 然後來影響台灣的司法 那為什麼黃國昌要這麼做 很簡單 因為他要表現給柯文哲看 他要表現給柯文哲看說 你看喔 你要行塑 這個你這個精華層這個案子 雖然違法違規示證都很嚴重 但是我寧可閉著眼睛都要幫你護航 我就胡說八道 我幫你出很多力 胡說八道 對我胡說八道說賴清德透過監視器 在看你 透過所有的方式硬是要辦你 我不論所有的法律 我也不論所有的事實 我可以公然睜眼說一下話 就是因為你是我的主席 你是我的主 你是柯文哲 所以我就幫你護航 所以未來如果你真的被抓去關的時候 民眾黨的代理主席 請考慮我一下 他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而已啊 不然黃國昌欸 他是第一個現任立委 過去是司法學者 他是什麼 康乃爾的博士 法學博士 小黨關登元 小黨關登元就跟我講 所以我覺得他公然講出這個話 真的是在羞辱司法 也羞辱過去 他自己拿到了這一些學位 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就是要爭取 他想要的下一個位置嘛 那他的下一個位置是什麼 就是當柯文哲 如果真的被羈押 或者是在這一件事情 被起訴被判刑之後 民眾黨所空出來的 黨主席這角色 有沒有可能讓他去擔任嗎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啦 那除了他之外 民眾黨的另外的七位 除了黃珊珊之外 另外的六位 也全部都在做這一件事情 你看之前柯文哲 在開機押亭的時候 他們號召那麼多的小草 到現場去 你知道所有的藍綠 政黨都有政治人物被判 被判對不對 之前鄭文燦被號稱民進黨的二把手 他不是也被判嗎 他三度被開機押亭的時候 你看鄭文燦有動員任何人去現場 聲援他嗎 沒有 依照鄭文燦過去在桃園 他如果要動員 也不是動員不出來啊 但民進黨不會這麼做 鄭文燦也不會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不會希望影響司法的判決 第二個是這樣子的動員 對自己沒有幫助嘛 可是黃國昌民眾黨 就是用這樣子的動員 去影響司法的判決 而所謂何來 為的都是自己 為的是表演給阿伯看 讓阿伯知道說 你在被扣押的時候 你在被約談的時候 我們都很努力的幫你表演 在外面喊司法不公 拜託阿伯 不要兩年一到 真的叫我get out 讓我繼續可以當好當嗎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沒有未來的啊 柯文哲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市政這麼清楚 而且因為柯文哲的謝哲 現在有更多的公務人員 不想背責 會把證據拿出更多來 柯文哲會因為這件事情 被判刑的機率 越來越高的狀況底下 你覺得民眾黨還有未來嗎 民眾黨沒有未來了 沒有未來的狀況底下 這巴西的立委可能 未來有可能說 怎麼掛著民眾黨啊 到哪一個地方去選立把 這個區域立委嗎 不可能 他可能這輩子最有 這個有機會當立委的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他想不想當好當慢 他絕對想要當好當慢 所以你知道民眾黨的立委 賣力演出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另外黃國昌今天早上又開了一個 在他們黨團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叫做什麼 黃國清白記者會 還是維護清白記者會 可是我告訴你又是非常有趣 黃國昌講說 所有的民眾黨的黨公職 我們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滿 這個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 他很像是黨主席在喊話 你知道黃國昌已經覺得阿伯可能出不來了 所以他現在代表黨主席 一個黨主席 支持的 來喊話所有的民眾黨 話說我覺得黃國昌吃快都看我 因為你今天早上開了記者會 阿伯還看得到 阿伯看到你在講話的時候說 誰答應你可以代替我喊這個話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 這個國昌老師真的吃快都看我 是那佩芬姐你怎麼看 關於說剛才蘇培議員這個點到說黃國昌 他似乎在為自己的這個政治路來做盤算 當然他也是做很多的表現 這幾次看來說 爸爸說開啟折花坐在C位 幫忙講話辯護等等之類的 那這部分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蘇培剛剛形容的非常貼切 就是說你知道這種現象只有在那個民眾黨有 因為他是一人政黨 所有東西都是柯文哲決定 包括這巴西的立委 還有後面排上去的那些也都是他點名的 包括他那些發言人 那黨主席那個秘書長之類的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如果今天阿伯沒有了 民眾黨其實就沒有了 那你說黃國昌就算他能夠接上那個位置 他能不能壓得住這些群眾 能夠領導這個民眾黨走下去 陳怡 那佩芬姐你怎麼看 就是關於說他的蒼粉跟柯粉 你覺得這兩個是有一樣的嗎 可是你知道柯文哲其實有他的魅力 你這個真的不能否認 你知道今天有朋友傳一個簡訊給我 就是說一個柯文哲的學長 是美國現在一個心理學的醫生 台大畢業的叫李清哲 他是心理學醫生 他寫了一封信給那個柯文哲的媽媽 他說大家現在罵柯文哲是騙子 他說你兒子其實不是騙子 他只是自大 驕傲 自大 你知道他常常說他自己第一名 學問好 IQ高 你知道台大醫生通常都有這個毛病 因為我們常常笑台大醫生 是醫療帝國主義 你知道那個台大醫生真的很窄 你知道我們這個聯考中間 只有真的成績最好人進台大醫學院 你這個如果成績不到那麼好的話 你進不了台大醫學院 所以台大醫生真的很驕傲 所以他們還會有排名 比如說你知道台大以前那個校長 叫陳維昭是不是 他考進醫學院是第一名考進去 可是當年畢業的時候 是沈富雄第一名畢業 他們連這個都要比 所以柯文哲就覺得他是真的是 你知道天眾一名 我第一名 然後我學問又好 然後我又會約克膜 我還可以全世界去救人 還跑到中國大陸去 教人家怎麼做約克膜 所以那個醫生就寫一封信給他媽媽 就是說你那個兒子的問題太多 所以你自己要檢討 稱讚你的話 一定要讓別人稱讚 不是你自己說自己多棒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今天 所有的問題其實都他自以為聰明 所以才搞到今天這一步 如果他不覺得他自己真的IQ157 到底有沒有157 我不知道蘇貝常常叫他15.7 就是說如果他不知道 真的不認為自己是IQ157 然後15.7 他真的不認為自己 你知道那個IQ那麼高 我常常挑戰他的看法的時候 他常常問我說 不要挑戰我的IQ157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以那個自豪 但是你看他因為仗持著他的IQ 仗持著他聰明 又當了市長 而且你看他選總統的時候 那個號召力真的很大 那個陣仗 坦白說國民黨真的比不上他 尤其在年輕人這一塊 到後面那個陣仗 那個小草那種奉獻的程度 瘋狂的程度 他個人的魅力 你說黃國昌有那個本事嗎 我覺得沒有 如果今天真的阿伯倒了 民眾也就真的煙消雲散 後面這些人我看不出任何人 這就是我常常叫一人政黨的宿命 你像宋楚玉 當年也是不得了 他剛接親民黨主席 剛做親民黨主席的時候 任一年立法院的立法委員選了46席 還逼到國民黨真的要連戰要辭職 去為國民黨要讓連戰下台 那結果連戰沒下台 是他的主公會主任趙守博下台 幫他扛那個責任 所以但是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個人可以接宋楚瑜的位置 去接親民黨 那親民黨只是越來越來越弱 所以我覺得那一人政黨的宿命 所以黃國昌當然很想要接 但是有沒有那個能力不知道 雖然你是康奈爾的博士 你什麼樣之類 我覺得中華民國這種學優的人 真的很多很多 你知道就像柯文真 你那個條件的話 你放租台大的那醫生裡面 比他IQ高的很多 也沒有人像他那樣玩的 所以我覺得自大過頭的話 就會落到今天下場 你再找多的律師 我覺得沒有用 因為你到底有沒有犯那些問題 如果你犯了那些問題 你找一箩筐的律師 我想還救不了你 再這麼強也是都沒有用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消息局回到節目現場